《泉湾》 泉湾在漢代已有人跡 本来叫做《泉湾》 因为水泉和圆阔而得名 但是村民认为名有 《浓油浅水租客气》的意思 《泉》字不得理 于是改用完全的泉字 才是泉湾 后来有洋屋村寿彩杨国瑞 建议加草坝头 用比较点压一点的泉字 从此 《泉湾》改称泉湾直到今日 《泉湾》更地小 《海道多》 故此亦有《海道湾》之称 1949年 中国大陆政权烈首 大批资本家 带着资金和先进的机器 南移到香港 草湾沿海一带 因为处于大暮山下 水不极充足 有利生产 继而吸引他们设厂 当时草湾工厂 主要用于纺绩 染布 航池等轻工业 南风沙厂 中国饮厂等 都是昔日著名的厂房 自从50年代 石劫尾和荃湾海霸串 等木屋区 延长大火之后 香港政府为了安置灾木 促使以后的涉治区 和公共房屋政策的诞生 不过就仍供不应求 面临市区的人口压力 香港政府决定 推行大规模的移山填海 和遷冊工程 发展较好偏远的新界区 草湾就是新界区第一个新市鎮 亦牵来卫先城市 很多其他要遷冊的村落 也都搬到草湾 但是草湾偏远 而水溪上游 又有一种叫做马前的有毒植物 污染山溪 居民饮用之后 就会立刻发病 又有药疾疫症 令居民生活苦不堪移 十个草湾人 九个都是发冷的 我都已经少了几年发冷了 故事 虽然申请上楼 人口比较快 最初 很多人都不是太容易搬入草湾 当年的草湾街坊 就有这样的说法 当时听人家说 你想发达去草山 你想死去草湾 草湾最初的海岸线是沙咀道 五十年代 仲安街是草湾唯一的街道 到了七十年代 草湾的海岸线 才是田海、沿道、德士古道 和羊屋道等的地段 仲安街一带是草湾最早的市集 当年年少草湾附近的居民 都会搭车、搭船回到这里 框街购物 猴地方 是草湾发展成新市镇之后 才出现的大大地市集 据说 是旧时海洋动物 猴活动的浅滩 因而得名 七十年代的猴地方 面积就好像一个小型足球场 澳湾以升铁皮搭乘 卖日用品、衣物、集货的小档口 八十年代初 政府重建川隆街和仲安街 为猴地方加建上盖 从此变为室内市集 由此可见 直至七十年代 荃湾仍然是草根阶层 集居闲框之地 到了八九十年代 地铁通车 荃湾发展商业大厦和私人屋苑 住荃湾的人多了 才多了很多 被街坊市集高档的中营 大型商场衣服在那里 当有一贯川地铁站和多个屋苑 商场的行人天桥 荃湾居民框架就更加方便 九十年代 荃湾广场开幕 里面有一间大型百货公司 吉芝岛 出名到 人人都将荃湾广场叫做吉芝岛 食、玩、买、集于一身 小孩一听到吉芝岛 就会开心得不得了 荃湾广场 当年还有一个 喊出五层楼高水花 配襯着五彩灯光的音乐喷泉 简直令到小孩跟着音乐捷拍 手舞足道 其余荃湾一带 还有规模太少 游人连多客家围屋 三棟屋已积 屡次有人遇到死亡 而有猛鬼传说的曹公堂 又因为流水被接流 引入水塘 不再适合游水稀气的 鲁围村三棟堂 也有荃湾幻永远墳 圆圆学院 足能禅院等 供奉先人之地 还有一个本来是交游圣地 现在就被经常滋扰 游人的大群野猴所佔据的 成为水塘 密转星移 今天的荃湾已没有海盗 没有毒水遗患 没有药疾液症 几十年间 荃湾亦都几度换上新庄 连在九十年代才出现 接受小孩欢迎的 荃湾广场音乐喷泉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已经在2008年拆了 在那里只见凶荡荡 又或者是 临时会变成商品展销场的一个中庭 岁月 将荃湾好得好的 不好的事物 都公平地 一平清洗得一军二正 只留下 和九龙很多其他社区一样 和一堆缺乏规划 斗社区共存的 千篇一日的商场 斯柳 想要等待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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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